大家还记得这个事件吗? 11岁女童高空抛苹果。 苹果不慎坠落,重伤三个月大女婴。 此事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。 经法一鉴定,所受损伤为重伤二级。 分别评定为二级,十级伤残。 终身需大部分护理依赖。 同时,该小区房地产开发商, 为按照国家规定,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。 存在安全隐患。 被追加为被告参加诉讼。 目前,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。 也许很多人认为, 随手扔出窗外的东西很轻, 应该不会砸伤人。 心存侥幸。 但事实并非如此。 一枚三十克的鸡蛋, 从高空坠下的能量, 超乎你想象。 从四楼抛下来, 会让人起肿包。 从八楼抛下来, 就可以让人头皮破损。 从十八楼高甩下来, 就可以砸破头骨。 从二十五楼抛下, 可使人当场死亡。 一,如果抛物行为致人死亡, 则涉嫌过失, 致人死亡罪。 并要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。 二,如果抛物行为致人损伤, 则依法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。 三,刑法第233条。 过失致人死亡罪, 过失致人死亡的,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情节较轻的,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安全无小事, 为了自己也为了他人。 下面这个提醒, 请认真读完。 一,绝不要高空抛物,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。 从自身做起, 更要制止他人高空抛物的行为。 二,在看到高空中有摇摇欲坠的物体时, 要及时向消防等相关部门反应, 立即处置, 消除安全隐患。 三,及时清理阳台、 窗台上容易被风吹掉的物品, 如花盆、晾衣架等, 避免意外高空坠物的发生。 四,风雨天外出时, 不要紧贴墙面老化的大楼, 以及在广告牌下行走或逗留。 五,遇到施工、装修等, 可能产生坠物风险的场所, 应注意观察或绕行。 转发扩散, 从自身做起, 拒绝高空抛物。